今天的講座是來探討西語言裡面對於Linkedist的實作 以及對應非連續記憶體操作的一些考量點 然後Linus Dwads就是Linus的開創者 Linus Dwads在2016年接受TED創始人Chris Anderson的訪談 Linus Dwads這個人真的很有趣 不只寫成是有趣 他的言論其實更有意思 Linus Dwads在絕大多數的場合裡面 他不演講 他會坐在椅子上訪談 在TED上也是一樣 在2016年他就接受這訪談 裡面講一句很棒的話 把它翻譯成中文 這句話是什麼呢 就是說他認為他不是一個Visionary 就是所謂的願景家 提出一些很宏觀的願景 而且他說不是 他說他只是一個工程師 然後他認為說Linus核心應該用在很多地方 用在很多地方 然後包含說從伺服器、手機 然後當然所謂的雲端 甚至包含說火星的探測號 包含說SpaceX裡面也是運作Linus 然後他認為說這應用很棒 然後他覺得說 大家看到這個應用 然後有更多的想法 這很好 但是Linus的話是一直到今天 他還是什麼呢 他就是想要修補面前的洞 不要說Intel或者MD的處理器有問題 然後有一些安全的瑕疵、安全漏洞怎麼辦 當然是跳下去補 所以大家看到最近Linus核心的4.15 最近釋出來就是因為 釋出就跟這件事有關 所以這個Linus Thomas接受這訪談 他就講了這句話 這非常激勵人心 那這跟今天的主題有什麼關係 有 在這訪談裡面他舉了一些例子 其中一個例子就跟這個 跟LinkedList有關 那這個LinkedList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 他就是 所以很有趣 這個 我真的沒有看過在其他的 TAID的演講裡面有看到程式碼的 Linus Thomas大概是唯一的 唯一會看到程式碼 而且對程式碼做出批評 然後Linus Thomas在他的 TAID的訪談裡面 他舉了一段程式碼 這是程式碼在做什麼事呢 就是把這個LinkedList 其中一個節點刪除掉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刪除 刪除在做的事情 你要說我原本的那個LinkedList Head在這裡 H 那下一個節點呢 E 然後接著AP 這樣子接下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然後基本上這邊有四個元素 然後在P的時候就結尾 好 那我們現在想把A 這個包含A的這個節點 我想要把它移除掉 好 所以他的做法是怎樣呢 就是原本1跟A是有 是有一個 是個連接的 然後把這個連接去掉 然後把1指向P 好 然後 在這樣的一個考量點呢 要思考到幾件事 第一個是什麼 如果LinkedList它是空的 那我不應該再調整 好 那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 如果呢 你刪除的是這個Head Head的話呢 就是要考慮的東西稍微多一點 為什麼呢 你把這個去掉的時候呢 那請問這個要怎麼補呢 好 所以這個這個要去思考 好 然後然後再來什麼 再來是 如果呢 你要刪除了 你給定了 比方說我們原本知道是H E A P 好 你先跑出個B 你要求把B刪除了 這是不對的 好 因為B 根本不在 呃 我們原本的LinkedList裡面 好 所以你看到這個原本這個程式嘛 好 就是 Linux Thomas 他在他的Tate的訪談裡面 裡面呢就展示兩個程式嘛 那第一個就是原本的他用10行 10行西元程式嘛寫出來的 好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10行呢 呃 就是照著 照著什麼呢 照著上面這個 照著上面這個 所以這邊來講話呢 你可以看到這很有意思啊 就是什麼呢 去看哦 所以這while 這個while這個成立條件是什麼 去判斷 這個給定的那個節點 是不是在LinkedList裡面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什麼呢 第二個是說呢 就是 因為我可能會更新到 我可能會刪去掉head 好 所以要去判斷 是不是head 好 那這個東西 是不是head就是這一 這一段程式嘛 好 那你可以看到說原本的程式嘛 需要10行 好 看起來合理對不對 但是呢 Linert Thomas說呢 有一個東西叫什麼 有品味的版本 然後剩下四行 好 要注意到一件事呢 就是 上面這段程式嘛 跟下面這段程式嘛 是等價的 好 注意到哦 這是等價的 好 那當然你會覺得 真的蠻奇怪的啊 就是說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原本的版本 原本有while 有if else 看起來很合理對不對 好 然後你看下面的版本 看起來就真的蠻奇怪的 就是 欸 這邊有個why 那上面的if else 跑去哪裡呢 原本這個if else 是在做什麼議題呢 就是這個 就是說 當我們呢 如果刪去的節點 是head 的話 我們應該要更新 對吧 所以原本這個程式嘛 是在這裡 好 但是呢 Linert Thomas說呢 有品味版本呢 注意到有品味不代表最好 它只是一個思維點 好 這個思維點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好 你看到這個這個所謂的有品味版本 它的考量點是什麼 是從 那 就是 因為我們要去思考一件事 這 不管你怎麼處理呢 基本上就是會去更新嘛 更新 好 那 所以我們去看一件事喔 如果我今天刪除的是A 那 我會變更的是什麼 是1 好 好 同理 如果我今天要刪除的東西是P 好 那 對應的東西是什麼 前一個 然後接著我們再思考一件事喔 如果呢 我們要刪除的東西是H 也就是head 好 那要變更的東西是什麼 是1 1 1是什麼 1是下一次的head 然後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點其實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 你可以看到這個程式吧 這是好玩的地方在這個地方 就是 先呢 設計一個指標的指標 好 注意到千萬不要說什麼雙指標 雙指標跟指標指標是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指標的指標 沒有雙指標這種說法 好 再講一次 Pointer of Pointer 好 所以這個 我們透過指標的指標呢 去做一件事齁 就是說呢 我先把最後想要更新的什麼 位置找出來 好 所以我想要更新的位置找出來 好 那所以先做這一次 好 那接著呢 就是我每次呢 就去更新什麼 更新這個 更新這個 注意到一件事齁 這個是指標的指標 然後所以我們這邊 derivance 玩的是什麼呢 就是 就是這一層齁 好 那這個indirect 然後就是判斷 所以由這個東西來判斷什麼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存在 好 好 然後 呃 關鍵的地方在這裡 在這裡的話呢 就每一次走房的時候呢 好 事實上會怎樣 會去更新 好 然後 好 所以這個 這個操作 有意思的點在哪裡 這個操作有意思的點呢 事實上就已經涵蓋什麼 涵蓋這個區域 好 等等看這個 這個很有意思 就是原本我們的思維 就是說 在 注意到這段程式碼呢 跟上面這張圖呢 完完全可以對得上去 就是 它就是有什麼思維 它是有nest 好 然後 有nest 有previous 有head 那當然有些 有些思維可能有tail 就尾巴的部分 好 然後 但是呢 在這個 Linus Tuars呢 他在這個tail的演講裡面 講說 注意到他不是要求說 每個人應該都是要這樣寫 但是他就是思維 思維的改變 這個 你可以看到說這個思維 其實比較有趣一點是嗎 他從頭到尾是站在這個 空間的考量點 空間考量去處理這一段程式 是嗎 所以這個 這個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以前你可能還需要這個 上面的那個 if else的處理 要需要針對head 甚至可能要把人說 tail 去特別處理 但是這邊來講的話 有意思的地方是 它從頭到尾呢 去把 這個思維 把它 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說 哪也需要更新位置 所以這個是一個 很有趣的點 那換個角度講 其實 這段程式碼在 在探討什麼事情呢 探討的事情就是說 一些corner case special case 我能不能把轉化成 把special的 corner case 轉換成 通用的狀況 這個是在這個 這個程式碼要去看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也是可以值得我們去思想 思考的 思考的一個切入 好 剛才講的那段訪談 大概就這個時間點 然後這個有錄影 這個就是上面有錄影 然後它也有 更有中文版 所以這個是Linus Watts 他自己的說法 這叫好的 好的味道 好的品味 然後 這邊有一些對應的程式碼 如果說你 乍聽資料沒有懂的話 你可以 稍微對照看一下這個說明 那 這邊文章好玩 又要是什麼呢 就是作者 在聽了這個Linus Watts 訪談之後呢 他結果他就想到一件事 他想到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很多時候呢 這個寫程式 像是一些 矩陣啊 矩陣啊 或者是一些影像處理 當中我都有什麼 有 行跟列 就是 不同的行 不同的列去處理 那往往呢 都會有一些比較 特別的狀況 像這邊來講話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是Gree size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說 假設這個Gree size 是8的話 那這個就是什麼 8乘8的這個矩陣 從這個程式碼 8乘8的矩陣 或是8乘8的這個 8乘8的這個陣列 那在這個資料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來講話 這就有些特例 就是說 如果說這邊是8個 這邊8個 那他就特例是什麼 就是說 最上面的這個 最上面的這些狀況 就是說 最上面的那一欄 然後跟最下面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上下左右 分別什麼 分別它就會把它 把它初始化變成0 所以你就想 這個東西像什麼 像那個棋盤 像棋啊 那棋盤 就把它分別 分別變成 升一升0 那這邊的話 你要看到說 這邊要做這個 初始化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回券裡面呢 事實上 就注意到 如果這個是8乘8的話呢 事實上我要做什麼 我要做64次的判斷 那64次的判斷 而且裡面呢 還不大盡 裡面還有 所以這個其實呢 整體來講的話 它的運算量其實是很多的 那整體來講的話 它需要什麼 以這邊計算的話呢 就是如果我們是 照這個上面這個值的話 如果說我們把 設定成64乘64的話 那整個這個要進去的話 就適應96次 然後當然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的程式嘛 就會就會這樣 就是品位不好 好 然後所以呢 可以怎麼改變呢 來看一下這個狀況 好 這個先把什麼 副尾圈 猜成什麼 猜成 猜成什麼呢 你看 這是兩層的副尾圈 我們把它變成 一層 好 這是一種切入點 當然你說 這個東西看起來不錯了吧 那事實上呢 其實還可以調 注意到 你看原本這邊還有 對不對 把副尾圈去除掉一層 那現在呢 另外一種改法呢 就很有意思 另外一種改法是什麼 誒 這邊來講話呢 你發現什麼 分支 就是原本的一副的判斷 不見了 好 所以這個東西呢 顯然呢 效能就好多了 注意到 原本你看 原本的效能問題在哪裡 原本的效能問題是 它有兩層的副尾圈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如果是64乘64的6 就變成什麼 就是變成那個 4096 非常非常大的運算 而且再來是原本有 好多個分支 但是 在它最終調整後的版本 好 只剩下怎樣 原本的這個 fold的iteration 好 那中間的這些分支都 都去除掉 好 所以我們 要思考到一件事什麼 就是 為什麼 西圓 在設計的階段 沒有 沒有怎樣 沒有提供一個內建的dict 好 這件事其實很有意思 Linus之所以不提 不講什麼 是西圓 西圓之所以不提供這個內建link list 這個考量 其實跟 為什麼不內建swap的考量點其實相似 因為 寫不出 又通用 效率又最高 以及怎樣 可以讓我們直接操作記憶體的這個 這個方式 好 這個東西要因地制宜 往往我們就是要做取捨 在工程上就是有一大堆種例子 就是要取捨 就是說 你當然你 你會希望說 又有彈性 效率又要好 然後程式碼又好讀 往往 這好幾個 這三個點 其實往往怎樣 可能會相互衝突 所以我們必須要做取捨 好 那在我們今天要探討的地方呢 其實就是講說這個取捨 好 怎麼取怎麼捨 好 然後 大家都背後的這個思維 好 嗯 在 我們在繼續 繼續探討這個內容之前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這個 卡內基美容大學的這個教材 好 然後我們就幫大家快速複習一下這個背景知識 好 好 那你可以看到說這個linked list 以畫面中來看到的話呢 這個 它顯然這個是什麼一個 它是一個單向的linked list 好 這個證明什麼太大問題 然後然後注意到 就是說在這邊來講的話 有個NAR NAR pointer 好 那當然 它也有一種變形 好 那種變形就是什麼 就是把 原本是單一方向的 好 然後把它轉什麼 轉兩方向 好 所以我們這會叫什麼 double link list 好 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說 嗯 link list link 好 linked 這本來是什麼 它這個 linked 在這裡 那它這已經是什麼 linked 已經是一個形容詞 所以你如果要去修飾它呢 需要一個副詞 好 不是叫double link list 是double link list 好 然後再來是說 如果你需要一個連字號的話呢 那個連字號不是連在後面去 不是連在 d跟l之間 而是l跟什麼 跟這個 就是 而是double跟link 中間 好 所以注意到如果你的連字號呢 是寫在這裡 好 然後呢 這個實作來講很有趣 就是細緣這個 嗯 細緣如果說你要去實作這個link list 很好玩 很好玩 就是跟很多程式圓不一樣的地方是 細緣有強大的pointer 所以這個 事實上呢 我們今天看到畫面中這樣子 事實上就是一個pointer 那如果說有兩個方向的話呢 就是顯然就是怎樣 兩個指標 這證明什麼太大問題 好 然後呢 我們再繼續看 呃 如果說呢你想要變更 變更你的這個開頭 在這個link list好玩的地方在哪裡 你要變成開頭的話呢 其實很容易 你就做這樣的動作就好 這個動作在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原本開頭在這裡 那我就把它指到這邊來 好 所以注意到這件事 這個變更開頭這件事其實是什麼 好 它其實是 常數時間的 好 那同理呢 我們來看一件事啊 就是說 基本上如果說你今天是要這個 你要把這個 你要把這個head 就是要把強數法 你要你要把跳過 就是說你在這邊開頭 你要跳過 跳過這個元素的話呢 其實你的做法 也是就是這個 好注意到 這件事一樣也是常數時間 好所以你看我今天跳 所以不管是去除第一個元素 或者去除第二個元素 注意到這件事啊 去除第一個跟去除第二個 它花的時間 一樣也是常數時間 好那你說呢 這個東西呢 如果你要去除 去除掉 就是 就是 再講一次啊 這是一開頭 然後這是第一個 然後這是去掉第二個 好然後呢 如果說你要去掉什麼 這個第二個 以及第三個元素的話呢 你怎麼寫 這樣寫 好 然後你會發現一件事 又是常數時間 好 所以注意到這個議題啊 就是說 很多人會把這個 link list 跟這個array 這樣的一個 或者是一個連續機體的地方 搞錯 很多人覺得說 這個link list很麻煩啊 然後 尤其是雙項的話 你要寫東西真的還蠻多的 然後呢 有人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要特別去看link list 其實這個考量點非常多 第一個是什麼 我們來思考一件事 像這個 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現在的資料 其實都非常龐大 就是 像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Google的search engine 我們已經不知道說 多少台機器了 這已經 不需要 不需要特別去探討了 畢竟已經上萬台了 而且這上萬台的這個伺服器呢 它可能是在世界 好幾個國家裡面都有 包括台灣也有資料中心 然後這麼多資料呢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題 因為你的電腦不管這怎麼好 每台電腦能夠存放資料是很有限的 好 所以資料呢 它 我們姑且不論它分布的方式 但是我們知道一件事 這個資料它是 它是在世界上很多台電腦 好 那所以 就意味著什麼 我們要去思考就是說 這個我們今天 不管是排序也好 檢索也好 或者說 刪除 新增也好 你往往的資料就是 跨越那麼多台電腦 所以電腦跟電腦之間 就像這個畫面中這個 每個節點一樣 它都是這樣 不連續的 而且呢 電腦跟電腦之間呢 透過什麼 透過網路 或者透過某種 拖步 串起來 它顯示的方式 它邏輯上 就像畫面中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 在這麼多台電腦裡面操作 其實它的行為 就跟畫面中這些事情一樣 就看 概念上是很像的 所以變成說 LinkedList的本質上 在這種分散式系統來講 其實這樣 幾乎都可以 直接對應過去 這是第一點 就是因為 我們現在資料量 就非常龐大 那如果說 我們不思考說 這麼 像Google 社群那麼複雜的東西 當然 很多人一輩子 可能都不會接觸到 這麼細部的東西 那我們來思考一件事 那如果是在 這個什麼 在 我們實務上的應用來講 會有什麼 狀況 一定會需要LinkedList 好 我們去思考 思考一件事 就是像 那個 像 作業系統 作業系統的話 就是 作業系統的 使用來講的話 往往 往往 LinkedList也是一個 必備的一個 必備的設計 就是說 在絕大多數的 作業系統來講的話 它的實作本身 都會有 包含這個 LinkedList 而且有可能都有很多 特化的 包含說 Linux 都有很多特化的 那個LinkedList 好 這我們來解釋一下 這個LinkedList 對作業系統的 作業系統的影響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這邊舉個例子 FreeAtos 那FreeAtos 它是一個 老字號的一個 即時多工作業系統 然後這個 作業系統的 開發者 在 去年 去年加入 亞馬遜 對你沒有聽錯 就是做雲端那個亞馬遜 就是加入AWS 然後加入亞馬遜之後 這個 FreeAtos的作者 就協助了 AWS 建立的 IoT 就是物聯網 物聯網的作業系統 然後 在去年的時候 FreeAtos 也改變授權 所以原本是 GPU的授權 後來改成 比較鬆散的 就是鬆散的 這個 MIT的 BSD 風格的授權 然後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作為一個作業系統 網友都會遇到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排程 不是網網 一定會遇到一件事 叫做排程 那排程來講的話 是一個很 不容易的事情 為什麼呢 第一個呢 我們要考慮到一件事 我們的任務 就是我們這邊講的Task 這個Task 有可能很多種形式 可能是Thread 或是Process 這種形式存在 好 那我們現在 姑且不探討這個細部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做一種執行的過程中 就是會有很多的任務 那任務呢 它會建立性的任務 任務本質也可能 也可能被 被 釋放 就是 它會被消除掉 所以我們的任務呢 它會 增加 刪除 增加刪除 好 那所以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說每個任務呢 因為它會 建立新的任務 然後又刪除任務 而且在動態時期建立 所以 它在本質上 就不可能是連續的記憶體 所以注意到這件事 所以你看 在這邊來講話呢 我們這裡有 1 2 3 有三個任務 那它分別對應到什麼 Task A Task B Task C 那好玩點是什麼 這個B可能執行到一半之後 會這樣 它可能被撤銷掉 被刪除掉 好 那通理C也可能執行到一半的時候 會被刪除掉 好 然後呢 我們今天排成的是什麼 假設我今天有三個任務 好 那我們就要去選 就是說 事實上作業系統的功能也是這樣 做什麼事情 就是 我要去選 在執行時期 我去選出什麼 我下一個要執行的任務是什麼 所以 這個東西我們通過叫什麼 叫做Schedule 就是排成器 好 這個排成器 做的事情呢 其實就是怎樣 從 合法的 合法的任務裡面挑選出 下一個我要執行 好 然後呢 擺放出合法的那個任務的這個 Link List 我們就稱為叫做Ready List 好 那當然Ready List的改變的時候呢 它事實上會有這樣的類似畫面中這種過程 就是說我從Ready List挑出一個 好 然後就執行 這個是Schedule做行為 反過來說 我如果 我現在有ABC 我挑出A之後呢 好 那接著的嘛 A這個任務呢 我就不再繼續執行 我這樣 我切到B 好 那所以A就還回去 好 就是說 也就是什麼 就是說我從Ready重新選 好 那當然有可能原本在執行的時候呢 可能呼叫到系統呼叫啦 然後他可能把這block 好 那這個是 然後呢 或者說suspend 那之後呢 這樣 重新排入Ready List 好 重新排成 好 那所以我們要注意到 注意到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以FreeAtos來說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說 它的Ready List怎麼實作呢 就是用到Link List來實作 好 所以注意到這個pNext pNext 你基本上你就算你沒有看過程式嘛 你就知道它一定什麼 好 它一定是一個Link List 好 我們來看一下 pNext 好 那當然它對應的操作呢 就很顯然 就是 就是 不要懷疑它就是Link List 它是一個很 它就是這樣的一個實作 好 所以你會看到來講話呢 這邊就有一個很很基本的 一個程式碼 基本程式碼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雙向的Link List 好 那不只是FreeAtos 事實上包含說 Linux 還有很多作業型 都是採用這種風格 好 好 然後我們再繼續看這個Link List的操作 好 當然我們就會有幾個東西是很關鍵的 所以我們來看 我們先定義幾個名詞 好 回到這個CMU的這個教材 好 然後 第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說 你會去 跟 新增資料 好 那新增資料的話呢 你看到我們今天要新增一個東西什麼 我要新增一個資料 叫做C 好 所以原本是H-E-A-P 然後新增一個字C C 意味著什麼 如果你要新增在前面的話 Head就要改變 所以這邊Head來講 原本在這裡 原本在這裡 我就要變成 我就要指向哪裡 到C的這裡 好 然後呢再來是 Traversing Travers Travers是什麼 就是說我從開頭 或是給定某個節點 一路這樣 走到底 走到這個 走到這個NOW POINT為止 好 那當然 除了這個 加在開頭以外呢 也有可能的 Add the last 顧名詞就是說 我把原本的尾巴 原本尾巴是P 然後我把它 多新增個節點 而且把這個NOW POINT 改成什麼 原本是P 直接就接NOW POINT 然後變成說 我新增的節點叫S 那NOW POINT變成什麼 變成它放在後面 好 然後接著 另外一種是什麼呢 另外一種是說 在 不是在開頭 也不在結束 是在哪裡呢 在中間某個地方 所以比方說 這個我們稱為叫做 Insert After 就是 比方說我Insert After E 好 所以我 要增加的東西在這裡 就是新增 然後就先建立一個新的節點 然後把它直到這裡 注意看到 E原本是指向A 然後我現在先指向什麼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新建立的這個節點 然後呢 這個新建立的節點 下一個就變成A 好 然後呢 有Insert After Insert Before 不是 Insert After 對應就是insert Before 所以注意到 所以我們這邊來講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的那個設計 原本E是接A 然後我們 這是 所以我們就以這個為主 然後我要 我要怎麼 在它之前 新增一個 所以要改動 改動的東西就是 1 然後這邊 指向這邊 然後另外一個東西 是叫做 刪除 注意到刪除東西呢 就有一點學問 就是 就是 學問在哪裡呢 如果要刪除東西是什麼 A的話 好 這個A的刪除很有意思 事實上呢 我們並不是直接改變 一面的節點 好 所以你看到這個A的東西呢 事實上沒有 完全沒有改動 對 這邊就沒有改動 是這樣 改動它前面 改變它後面 好 那至於說 A這一段空間要不要釋放 好 完全取決於你的 實作本身而定 好 也就是說什麼呢 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這個Delete來講話呢 這個很有意思 不管 這個節點 它的內容有多少 好 就是說一個Linked List 每個節點 它可能非常大 就像剛才來講話 這個 每個作業系統的這個 我們稱呼一下TCB 就是TaskControlBlock 當然作業系統越複雜 它的TCB 就會一定越大 這是很顯然的事情 就是TaskControlBlock 那 一般來說 TaskControlBlock要管的事情 真的蠻多的 比方說呢 你一定需要一個什麼呢 你一定需要一個 比方說 這個任務本身的描述 它的優先權啊 它的名字啊 然後當然是它 可能還有對應的一些 一些戰爭器 那總之就是說 在做一些 我們越複雜的情況下 它的TCB就越大 好 但是如果我們回來看這個點 就是 同樣在做Deletion的時候 就是說 在做刪除的時候 以這邊來講話 衝動到我們改變的是 它前面的 原本前面的 以及原本後面的 會講說 原本前面的 這個節點 所以這件事好玩的地方在哪裡 好玩的地方是在於說 LinkedList LinkedList的刪除 事實上是跟節點的空間 占用的空間是無關的 當然 你可能事後呢 可以 把這個節點的改變之後呢 你可以把 這個A原本所在的空間把它釋放掉 好 你當然可以做這件事 你也可以不理會 好 注意到 這個玩完全取決於你的實作的設計 好 所以這件事有意思的地方是 事實上 LinkedList的刪除 它花的時間是什麼 是常數時間 所以注意到這件事 這個東西很重要 那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繼續思考一件事 就是思考點在哪裡 對作為系統來講 為什麼我們會想要有一個ReadyList 這樣的一個設計 好 因為往往很多時候呢 作為系統必須要確保 它最差的執行時間 好 是不是能夠被保證 好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如果我們先忽略 把A這一塊記憶體空間釋放的前提 好 就是因為對我們來講 我們要維護的東西是 HEAP 好 那我把A拿掉 所以它最後就變什麼 HEP 好 好 那所以如果A不用管釋放的時候呢 事實上刪除A這件事 它花的時間是可以做到常數的 好 所以注意到這個是跟Array一個很大的差異 Array呢 你事實上如果說你看 如果說這HEAP都是連續的 那你把A刪除掉的話怎麼辦呢 事實上你不能直接刪除啊 你要把P往前挪 再把原本P的空間清為空的 或是標出一個什麼 目前有空的 目前有空的 所以這一點其實很有意思 那我們再繼續看 然後再來是說 這個在整個Link List的設計裡面 我們要考慮到一個 一個點 就是說這個叫做Iterator 然後Iterator它是在這個 物件導向設計很重要的一個觀點 那當然不是只有物件導向的 就是說在資料封裝的觀點來講的話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點 就是說因為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再回家看這個Delete的例子 不管是Delete也好啦 或是這個Insert也好啦 或是說改變這個HEAD 改變HEAD的這個節點 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邊的操作呢 像是這個Add Insert 這些東西呢 它的那個實作本身呢 事實上是改變什麼 改變指標 改變指標的方向 那與它的內含值呢 可以是無關的 那這件事讓我們 有一個很重要的啟發 這個啟發在哪裡 既然這個資料的內容 就每個節點裡面的 裡面怎麼擺放 事實上我可以不用去管它 我不用真的很認真去思考裡面的 擺放方式 那也就是說它的這個Representation 它的表示方式 事實上怎樣 我可以不用去管 這讓我們 這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思維 我們稱為這個東西叫做ADT ADT的那個全名叫做OpstrateDataType 那OpstrateDataType 它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在很多程式語言 包含說C++ 它基本上就是 有很大的地方 就針對這個地方去琢磨 那如果說我們用一個比較正式的定義 我們來看一下 這正式的定義就是說 它事實上就是把 資料結構 不管是什麼結構呢 好 我只要付個特定行為 我就把它變成了一個什麼 建立一個數學模型 好 注意到哈 建立一個數學模型 好然後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好 比方說我們如果可以針對什麼 針對link list 提出一個什麼 一個數學模型去描述它 好 所以我們包含說前面的 add insert delete 這些操作 好 那既然我不用直接去思考裡面怎麼擺放 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說 不要說像我們前面講這個traversal的狀況 好 traversing的狀況 好 那它是一個接著一個這樣走 知道走到什麼 走到我這個結束的地方位置 好 那接著我們就可以去想 好 想什麼事情呢 我是不是可以把每次的這個走法 每次的這種操作 好 把它提出一個更抽象的東西去想 叫做什麼 Iterator 所以這個東西呢是很多 就是 不管是java也好啦 或者是 c++ stl 基本上都有 我們來看一下 stl 那這個 stl裡面呢 就是 stl全名叫什麼呢 叫做 c++ standard library 好 那你會看到說裡面就有什麼 就會有Iterator Iterator 好 那 所以在這個c++裡面呢 它就是怎樣 它就是用這個Iterator 去可以走仿是吧 走仿不同的這個資料型態 這個 如果你對c++比較沒概念的話 你這邊注意到這邊有個temporary 你可以把它想成這個東西有點像 有點像macro 把它暫時可以用不精準的方法去想 想成macro 好 所以整段這個程式碼那個很 很核心的思維在哪裡 很核心的思維是說 好 我不管你是哪一種資料結構 你可能是link list 你可能是tree 當然tree就好 就很多種各式各樣tree 你是keep 好 我不管你是哪一種形態 反正呢 我用這個Iterator 就可以這樣 就可以去聲明說 我從開頭走到第二個 走到第三個 走到第四個 好 反正我不管走到哪裡 我現在就 就是相對 我就會 目前在所在的地方 好 然後這個思維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在原本的這個 西語言的思維是什麼 指標 指標看東西是什麼 直接一個集體 但是我們把這件事呢 把它層次再提升上去 提升上去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資料封裝 好 然後我不用去管理會這個 在低階的程式上是怎麼一回事 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我們在我們後面講的這個 link list 也會用到這樣的一個考量點 好 那當然這邊這個CMU這篇文章 就是他用的例子是Java 但是沒關係 就是很多人就 很多人學這個程式語言的時候呢 就可能被那語法上限制住了 像我們在之前這個 也是在你所不知道的西元的講座裡面 那我們有一其中有一篇 講什麼 物件導向 那很多人就覺得 物件導向西元怎麼會有物件導向 事實上呢 你只要願意的話 你用組繪圓也是可以做物件導向 為什麼呢 它只是一個思維 不要被程式語言給你的語法堂 我們稱為叫做Synthense Sugar 被他們蒙蔽了 當然有些東西語法堂出現之後 它會很好寫 像這個什麼 像這個Temperate 像這個C++的Temperate 或者那個Java的叫什麼 叫做Geneic 就是不管是C++的也好 Java也好 它的這種泛型的程式也很方便 就像這樣子寫 就可以變成了不同型態的 這很方便 你說西元有沒有這個東西 對不起 西元沒有 但是西元 西 這是2011年的版本 它提出一個Geneic 可以做到一部分的相似度 然後 所以有人覺得西元寫程式很麻煩 其實千萬不要這樣想 為什麼 因為西元的思維 它是希望說讓你去掌握 當然所謂的你就是 知道自己在幹嘛的程式開發者 去充分的掌握電腦 所以你是電腦的主人 當然其他程式員 他可能就沒有這種觀點 所以西元 它就是授權給你做了一個電腦主人 所以你作為電腦主人你可以去想 我要提供一層的封裝 兩層封裝 這更多層封裝 是一種 當然你可以直接接觸到記憶體 這完完全取決至你 但是我們為了要讓程式的開發更一致 我們會讓程式可以更好的去被人採納 往往我們需要設計一個東西 叫做什麼 叫做Frontwork 這個中文叫做框架 就是軟體的開發框架 我往往就是需要設計一個軟體開發框架 所以你看到任何一個有點規模的這個程式 基本上都有Frontwork 像西家家 像這個西家家開發的這個Qt Qt它是Frontwork 然後像我們看到這個桌面系統 GTK Gnome 這樣的一個桌面 以GTK開發的Gnome 或者KDE這樣的一個桌面系統 事實上要開發裡面的程式也有需要什麼 它的Frontwork 那當然不只這些 不然說Linux Kernel Linux Kernel裡面它有非常多的subsystem 有的subsystem像是USB 像是這種Network 或是諸如此類的 它有一大堆subsystem 那這些東西都有對應的這個什麼 對應的Frontwork 然後所以一樣 不要被程式員蒙蔽住了 不是只有西家家 不是只有Java 這種物件檔像才有Frontwork Linux有一大堆Frontwork 所以這個 你會看到說Linux啊 比方說什麼 USB 會看到什麼 Linux USB Gauge API Framework 然後通理啊 你會有什麼呢 這東西太多了 甚至一些周邊 什麼I2C 它也會對應的Frontwork 它發揮說這個什麼 因為硬體上都會有什麼 硬體上都會有一些加密 就是加速那個 像加速效腕的運算啊 加速這些 土雲曲線的運算 這種什麼 這種硬體機制 那Linux Kernel作為硬體跟 應用程式之間的橋樑 那它就會提供一些 對應的一些 一些Frontwork啊 就是做這個Craftor 或者Engine 這種 甚至會提供一些Craftor API 那這個東西本質上就是 一個什麼 它就是一個框架 一個軟體開發框架 當然整個東西怎麼開發出來 就是用細源 完完全用細源 而且可以做出很 物件導向風格的 是完完全沒問題的 它就是讓一個思維可以 可以通用下去 好 這個觀點 我覺得希望很多人要注意到 好 那我們接著再繼續看 就是我們這邊舉個例子 這個叫 這邊有個專案叫做Dlist Dlist Dlist是什麼 這邊它 你可以如果看它網頁 它很有意思 我們來看一下 這網頁呢 它就跟你講什麼呢 先看它一開始說明好了 它跟你講說 它叫Type Safe Safe 它是一個單項的 不是 它是一個LinkedList 不是單項 它是 它是需要一個檔案 檔案 就一個Header 一個HeaderFile 就可以實作的一個LinkedList 但是它最酷的地方是什麼 是TypeSafe 什麼叫TypeSafe 在英文裡面呢 後面加一個Safe 就表示什麼 表示說 針對特定的情況 它可以是 符合預期的運作 比方說有個詞 你可能聽過叫做ThreadSafe 也就是說 我這個程式碼呢 它可以做到ThreadSafe 意味著什麼 這個程式碼可以在 多執行去的情況下 也可以符合預期的運作 這種叫做什麼 叫做ThreadSafe 好 那所以這個東西叫TypeSafe TypeSafe 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說 我這個LinkedList 我不用管 這個資料呢 形態是哪一種 反正呢 你就怎樣 你就 依循剛剛講的這個 資料封裝 這個ADT的原則 去做什麼事呢 去做操作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你今天有一個Structure 這個叫MyData 那裡面呢 它裡面就一個元素 叫做Data 當然你可以加一大堆 好 然後呢 你看它的封裝技巧很高高超 不是很高超 高級 第一個呢 我就是什麼呢 我就是建立一個D-List 好 然後這個List 名字叫什麼呢 就是叫做MyData 好 然後這個MyData裡面呢 它的 每一個元素 每一個節點 它的基礎型態是什麼 就是上面這個MyData 好 那只是我們故意把名字 也叫做MyData 當然你可以把它換名字 好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呢 那就是說 這個東西就 有一點意思的 就說你這邊有個什麼 就是它 你這邊可以寫一個 你可以寫一個對應的那種 對應的扣背方式 或者對應的一個 對應的這種函式 好 那這個函式就是 做特定的動作 好 然後 然後 所以你看到這個就是說呢 你的操作的時候呢 注意到這邊就有個型態 這邊有個D-List 好 所以我們最重的就是 以這個 買Data Structure為單位 好 所以它你就想說 這個一個 買Data裡面呢 裡面就是這個Data 所以你看 這邊有個Data 然後這邊呢 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Link List 就是這邊一個Data Data Data 一直串接起來的Data 好 這邊要建立一個新的Link List的時候 怎麼寫呢 你看到這邊的寫法 很有趣味 就是我這邊啊 這個基 基礎型態是什麼 基礎型態就是買Data 好 然後呢 我就建立一個新的 接點 就是建立一個新的Link List 好 然後 所以這個東西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我們可以很容易的把它更換 更換什麼 更換 每個節點它的那個資料 換個角度想 我們就是把每個節點裡面的資料 抽象化了 很有可能什麼 這個不是只有一個Data 它裡面有一大堆別的資料 比方說什麼 表示它的名字的 就如果它是一個通訊錄 表示它名字 表示它偏好的血型 血型不能偏好 就是它的血型 還有偏好的性別 性別才能偏好 但是血型不行 好 然後再什麼 它的一些必要資訊啊 比方說身份證字號啊 比方說它的那個Data 這種東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 很有趣的地方在那裡 就是 就是 像這樣的一個 專案 它就把什麼 它就 把這個 資料 封裝 當然就會很好奇啦 這東西怎麼實作 來看一下啊 好 那 既然它宣稱是一個Single File 所以 它其實就一個檔案很好 好 然後注意到 這個 不要看錯了啊 這個東西叫Single File 不是Single Single Linked List 它是 它的實作來講是Double Linked List 好 然後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 很好玩 點在哪裡呢 注意到這個D List 好 那這邊呢 這邊的D List在這裡 好 那這個東西呢其實是怎樣 它是一個形態 但這個形態呢 是怎麼建構起來 它透過一個什麼 用個 Macro 所以你看 比較多一個形態 叫做 My Data 那 My Data 的時候呢 透過這個西語言的什麼 Prepersessor 好 那這邊來講話呢 就是把這個 它的形態名字把它串結起來 好 所以如果說這個 這個後面的東西叫做 My Data 的話呢 它就變成D List 底線 My Data 注意到中間沒空白 好 那同理呢 這裡面呢 比方說它的這個 D List Element 它有個 Type Name 所以它就後面加 一個 對應的 Type Name 好 然後 那我們再來看它 New怎麼寫 New呢 就好玩一點 New基本上它的操作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呃 配置 配置記憶體 它有呼叫這個 CIOC 不管你用CIOC也好 或者用MIOC也好 反正就是什麼 記憶操作 好 然後接著 真的好玩的地方在哪裡呢 真的好玩的地方當然是什麼 你怎麼去新增 你怎麼去刪除 就是你怎麼去新增 刪除階點 好 然後但是要注意到一件事 它的這個 在它的示範來 就是在它的命名來講的話呢 這個 就是 它裡面有些操作 就是 比方說你把 新的資料推進去 然後 然後把它怎麼 POP 有POOCH POP 好 那 那還有一個很好玩的東西叫ForeEach 這我們等一下要來探討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休息到 我休息十分鐘好 休息到 我一會兒要動 一會兒要動 好 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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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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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